安全避风港对决,黄金对战比特币 大家好,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黄金与比特币,避险资产的双雄争霸 让我们先看看美股今天收盘和市场目前的状况 美股周一收高,周期股与小盘股领涨 道指上涨于440点,创历史新高 本周美股交易时间将因感恩节缩短 投资者重点关注PCE通胀指标与美联储上次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市场正在评估特朗普内阁财政部长提名的影响 道指涨444.06点,涨幅为0.99% 报444.7736.57点 纳指涨51.18点,涨幅为0.27% 报1190.54.84点 标普500指数涨18.03点,涨幅为0.30% 报5190.87.37点 罗素让千种小型股指数收高47.57点,涨幅为1.73 受于量448.24点 周一盘中,道指最高上低,涨至44分8的115.67点 标普500指数最高上涨至6020.75点 均创盘中历史新高 本周四美国市场因感恩节假期休息,周五将提前收盘,因此本周交易量可能会很清淡 美联储的利率前景再次成为焦点 投资者将关注周三公布的10月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 这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美联储最近一次政策会议的纪要也将在感恩节前公布 花旗利率策略师表示,美联储应该暂停降息 这与该商经济学家的观点进一步背离 后则在华尔街,其他人士早就放弃12月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 仍坚持这一看法 我们认为美联储应该搁置宽松政策 除非12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疲软 策略师Jabaz Mathai和Alehandra Vasquez在11月22号的报告中表示 指的是定于12月6号公布的11月非农就业报告 即便新增就业疲软 也可以说森林失业救济人数等其他劳动力市场数据表明市场有韧性 上周美股收高到只一周上涨约2% 并在周五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各上涨约1.7% 小盘股罗素2000英指数一周内涨约4.5% 高盛集团交易员Scott Rubner称 美股料于本周启动年底涨势 推动标普500指数走高大约4%至6200点 Rubner上周五在置客户的报告中称 企业的回购需求也在增强 增添了涨势可能在未来几天启动的理由 我不认为很多人这周四会吃火鸡庆祝感恩节 然后做空标普指数 他写道 他表示上周股市经历的盘整阶段很典型 Rubner写道 美国股市的三个月资金流入规模 创2021年以来最大 11月单月流入规模可能创出记录 市场正在关注当选总统 特朗普政府班底的构成 及其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特朗普在美东时间周五表示 他打算提名对冲基金Key Square Group创始人斯科特贝森特 Bessant为财政部长 投资者对这一选择持乐观态度 并将这位对冲基金经理视为支持股市的人 认为他可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的一些最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 XTB分析师Kathleen Brooks指出 在特朗普宣布将提名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后 美元下跌 贝森特被视为特朗普最极端经济观点的解药 他说 贝森特赞成减少政府支出 并预计将倡导对可能引起通胀的贸易政策 采取稳健的措施 Brooks表示 这可能会提振风险情绪 减少避险资金流向美元 贝森特在被提名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建议逐步提高进口税 如果你把价格调整与特朗普总统正在谈论的所有其他通货紧缩因素 综合起来考虑 我们将再次达到或低于2%的通胀目标 瑞杰金融公司华府政策分析师Ed Mills表示 支持者会争辩说 贝森特先生作为宏观投资者的职业生涯 将使他有能力理解特朗普总统的贸易 税收和放松监管等计划的连锁反应 如果贝森特先生能够推迟或限制全面的进口税政策 同时延长减税 推动放松监管 那将增加能源生产 所有这些都支持美国的工业 以及美国的GDP增长 这些都将受到市场的欢迎 但美国知名经济学家Peter D. Schiff 批评了当选特朗普选择对冲基金 贝森特担任新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决定 Schiff在X平台上发帖公开嘲笑特朗普 他写道 特朗普挑选斯科特·贝森特为新任财政部长 但他的实际头衔应该是债务部长 他的工作就是继续庞石骗局 他必须为每年数以万亿计的新国债找到买家 并说服现有持有者在到期时将其斩期 贝森特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上任后将把减税作为优先任务 减少税收可能会导致政府在债务市场上的借贷增加 然而 特朗普仍然相信他提议的或政府效率部 将成功减少浪费性支出 而无需增加借贷 贝森特将取代即将离任的珍利特·耶伦出任财政部长 这正值美国国家债务膨胀到36万亿美元之际 美国财政部此前也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 GLJ Research首席执行官间创始人 Gordon Johnson最近在播客中表示 只要基准收益率出现飙升 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会不断干预 Gordon Johnson表示 2024年初 美联储将量化紧缩的步伐 每月削减300亿美元 这只是他们允许的数量 最近 珍利特·耶伦宣布 他将每周购买4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只要收益率开始飙升 这些实体就会不断干预 他们试图阻止任何功能失调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美国国债市场的功能失调 另有知情人士称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制定一览子能源计划 其中包括批准新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出口许可 增加美国沿海和联邦陆地上的石油钻碳 计划将在他上任后数日内推出 特朗普还计划废除一些气候立法和法规 例如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和新的清洁发电厂标准 首要任务将是取消现任政府对新LNG出口许可的暂停 加快发放钻探许可 并迅速冲启五年期美国沿海钻探计划 美股财报继续向前推进 Bath & Body Works股价走高 此前该公司的营收与盈利均都超过了 接受伦敦交易所集团调查的分析师的预期 Nordstrom, Best Buy, CrowdStrike和 Dell Technologies等知名公司 将在周二公布财报 周一经济数据面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经济活动下降 涵盖85项经济指标的芝加哥联储全国指数 10月份报0.4 9月份为0.27 该报告称 构成该指数的四大类指标中 有三大类低于9月份 分别为生产、就业和个人消费、住房 该指数低于0 表明国民经济增长低于趋势水平 显示未来通胀压力缓解 85项阅读单项指标中 有30项贡献为正 55项贡献为负 让我们回到黄金与比特币 避险资产的双雄争霸的议题 黄金一直是人们的首选避风港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投资者蜂拥而至 比特币是一个新玩家 它是数字黄金 这两种资产都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市场动荡不安 投资者正在寻求稳定 黄金是有形资产 它具有内在价值 比特币是数字化的 它的价值是有感知和采用驱动的 两者都有增长的潜力 两者都存在风险 黄金的历史悠久 稳定性强 比特币则代表了未来的金融科技 哪种资产会最终胜出 这场对决将继续吸引 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黄金是一种避险资产 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在经济动荡时期 投资者转向黄金 地缘政治事件也推高了金价 乌克兰战争增加了对黄金的需求 各国央行正在购买黄金里 他们在时期储备多样化 这对黄金来说是利好消息 美元依然坚挺 这对金价成了压力 然而其他国家的需求强劲 黄金是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 它保护购买力 投资者担心通货膨胀加剧 这对金价有利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 它运行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上 这使得它能够抵抗政府控制 这对一些投资者很有吸引力 比特币已经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政策变化会影响比特币的价格 监管正在演变 需要更明确的规定 前总统特朗普对比特币的支持提振了它的价格 比特币减半时间减少了供应 这导致价格上涨 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 它受市场情绪和投机活动的驱动 这使得它成为一项高风险投资 投资者对比特币的潜力感到兴奋 然而建议谨慎行事 比特币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许多人认为它是未来的货币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泡沫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比特币的真正价值 投资者需要做好充分的研究 了解市场动态和潜在风险 这样才能在这个充满波动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黄金和比特币都是可行的投资选择 它们吸引着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黄金是传统的避险资产 它是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 黄金的历史悠久 深受保守投资者的青睐 它在经济动荡时期表现出色 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感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颠覆者 它提供了高增长的潜力 投资者必须仔细考虑 它们的风险承受能力 它们应该分散投资组合 比特币的波动性较高 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机会 黄金和比特币 可以共存于一个均衡的投资组合中 金融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黄金和比特币可能会发挥作用 投资者需要随时了解情况 他们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通过结合传统和现代投资工具 投资者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 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的Discord群的连接 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请请看